周杰伦携周游记归来 嘉宾阵容强大 没出专辑却有综艺做补偿 周杰伦的还有林俊杰也携手同行 林俊杰作为行走的CD 跟周杰伦一级一纸都是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 两个音乐才子的合作 肯定可以碰撞出新的音乐元素 周杰伦的下张专辑应该是指日可待 这个节目的视听盛宴绝对少不了 上世纪吃炸华语乐坛的谢霆锋也是热烈捧场 成为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要知道谢霆锋是个非常挑剔的处女座 周杰伦的这个节目能够请到谢霆锋来参加 肯定会在细节上尽可能的做到完美 而被大家称为雨神的肖敬腾也出现在这个节目上 看来这个节目的晴天会少很多呀 希望到时候看到的周游记 不会变成周杰伦和小伙伴躲雨的那些事 周杰伦的这个节目嘉宾阵容强大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忍不住吐槽 没有小鲜肉做支撑 收视率可能不是会不如人意 感谢霆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